所以真实智慧无为发生 这就一发句 且以身子皆实行 身是念佛的身影 南无阿弥陀佛 身影 字是这六个字 不要南无也行 阿弥陀佛四个字 因身 这四个字 都是实相 实是真实 什么叫实相 永恒不变 为什么圣根字永恒不变 它是自信流出来的 我们今天圣根字 为什么会变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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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妄想分别之处 这三个名词我们常用 妄想分别之处 如果跟法相宗那对号 妄想就是阿弥陀佛 职者是摩纳师 分别是第六意识 你就完全明白了 没有转世成痴 叫全教菩萨 全教是没有超越舍法界 那舍法界里面的佛 菩萨 我们要知道 如果转八十成思智了 转八十妄想放下了 没有妄想了 大愿 尽知现前 没有执着了 平等于尽知现前 没有分别了 妄观察知现现 这样一转 前五十一转了 变成成所作之 这个成所是帮助众生 度化众生的方便 劝出来了 无量无边的方便 八万四千发门 是方便的 所以相中 修行是专世称职 华言天台 都是修志观 净土中的方法 妙 待业往生 一句佛号 幸运 持命 四个死 就解决了 你要真相信 不能有丝毫坏意 要蒸发愿 我这一生 我这一生 念念 就是求生 进度 我不想再搞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的事情 统统放下 十一远 十一远 不叛远 啊 叛远很辛苦 早已 十一远不早已 啊 十一远能成就功德 十一远要智慧 叛远是感情 啊 都要搞清楚 搞明白 发藏菩萨 大远 十三种专业 一报专业 正报专业 啊 正报里就佛专业 阿弥陀佛专业 大众菩萨专业 四十八月 愿远 菩萨 三种专业 是往生极乐世界 殊胜 无法形容 我们的思想 达不到 我们的言语 也达不到 啊 究竟圆满 云如一发去 多么难得 啊 后面给我们说 古词 南无阿弥陀佛 这六个字 这一句名号 就是发生 本体 就是 云云 过海 为什么 陈两个人 因 圆满了 国 圆满了 英云 国满了 啊 那四十八云 这首标啊 看四十八云 你就能体会到 四十八云 是尽重的 所以的 根本 也 尽头中 就是建立在 四十八云上 四十八云 就是一句名号 故 提具本院 一切功德 妙用 那 他竟然是 发生本体 这一句佛号 从本体 流出 一切功德 妙用 妙用太多了 我们身心不安 念这句佛号 得佛力加持 身心安了 遇到一些灾病 你还能够提起 这一句佛号 一心成念 再变就化解了 真其作用啊 一切法 重新相生 日本人的本业念佛 不能说他没有道理 提倡的祖师 很有智慧 如果我们能懂得 一切一切 一切建议 就不会见怪了 也会赞叹他 希望他念佛 希望他念佛不要改变 一心专念 哪有不忘神的道理 海鲜老和尚 一句佛号 九十二年不怪完 他念到什么境界 肯定念到 大扯大悟 民心前行 因为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这句话透了信息 我什么都知道 这一句话谁敢讲 民心间行 大扯大悟的人敢讲 如果不是民心间行 说这一句话叫大悟 叫自赞会他 大悟人的罪 是在无间地狱 他能说出去一句话 那哪 透了一点信息给我 什么都知道 说不说 不说 妙啊 你问他 他什么都不说 他就劝你念佛 阿 你 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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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